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 由美国南加华人经贸文化协会 与尔湾农队足球俱乐部携手打造的故乡情 情谢尔湾2024美国华人春晚即慈善晚会 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巴尔克里大剧院完美落幕 本台晚会由南加华人文化经贸协会会长黄东平 与尔湾市社区服务委员会主席孙京 年内出品 策划并共同指导 出席当天活动的嘉宾有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王太玉 尔湾市长Feral Cohn 尔湾副市长Larry Agram 尔湾市议员Kathleen Trasseter 呈现教育委员Maurie Bark 尔湾市持续性委员会主席Anne Crassian 州参议员Dave Min的代表Brian C 呈现第三区郡长办公室郡长助理 与社区外展主任Saga Kamroy 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主任Steven Chen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熊文胜 北美上饶商会会长林芳 M3 Modeling Media Academy院长黎敏等 我们今年在这里主办龙年的春晚 这已经是我们在尔湾大剧院第六次主办春晚了 这一次呢我们结合了200多个演员演制人员 包括著名的艺术家 还有中国的音乐家舞蹈家 会在一起还有包括美国的获得世界冠军的拉丁舞冠军 还有歌唱家网红 从小孩的四岁走旧 一直到我们八十多岁的朗诵 结合了青少年 少年儿童成人和老年人 综合的一台文艺盛宴 我们把这台晚会精心地打造了 将近半年的时间呈现给我们呈现的华人 我们希望这一台晚会唤起大家的思乡之情 也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 本次晚会从震撼人心的中国龙骨 到双龙土猪的舞龙开场 再到国家一级演员 歌唱家麦穗 以深情的嗓音演绎的龙子龙孙 展现了激情四射的龙的传人的豪情 以及自编自演的原创立作龙行天下 每一个节目都是对龙文化深刻的致敬 高潮迭起 激励人心 让观众在视觉和听觉上 享受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 共同感受到了龙年带来的吉祥和盛世 那么今年我们的节目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节目的创新非常多 那么三分之一的节目 你在洛杉矶地区从来没有看过 第二个是我们的节目的 为了保证我们的文化传承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二代的节目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欣赏 第三个是我们作为春晚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做春晚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考验到一些 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 可能心情并不太愉快的 所以说我们也专门和全美健康精神联盟来联合 来希望能够催动他们 能让更多精神上 如果觉得你在不太有些创伤的人的话 能跟他们联系 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能让我们大家都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由南加华人文化经贸协会 联合有关单位主办的 顾湘晴 晴系尔湾春晚 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 顾湘晴春晚 作为一个文化品牌 已成为南加州华人社区的文化亮点 艺术性 观赏性和影响力 乐意显著 今年春晚 汇集了三百多位 来自城县尔湾 及美国各地的艺术家 共同营造出一个 充满相情 亲情 友情 及爱情的新春晚会 广受各方赞誉 全美电视台记者 呈现尔湾式采访报道